那有臭宝的幸福树养的不幸福了寄给咱了 咱继续挑战臭宝们寄什么花帮他救活什么花 关于寄养一直给大家招倒免费 但是快递费呢自己出养死了不赔 好吧能接受的话你就可以寄 还有一个呢注意现在天气很冷了 好吧万一正在路上冻杆了这个东西不好说 谁也说不清楚 所以说话我们一定要盖成这个脸 你看有的话说的话 一我养的幸福树黑杆 你看我不打开看之前我就知道 其实咱们家里边养幸福树呢 一般都是用那种瓷盆 而且浇的水特别的多 你看一般来说是这样子的 你看这花友的这个水特多 它的这个打开以后 你看这个根它这边已经烂了 看到没原本应该是有两根的 这一根已经割了 这一根呢还比较哇塞 咱们就给它入盆就行了 我跟华尔明说啊 您不论是养任何的花卉 只要是任何的植物也罢 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首先是盆土的排水透气性 如果达不到 这个植物是活不了的 明白吗 一定要用排水透气的花盆 咱们找个花盆 大小呢 适中刚好能放下去就OK了 一定要排水透气的 这个是个三代的环球的加伦控冰盆 这个老花益也有卖 然后这样放下去 接下来就用土了 用土的话有的话 老花益我就用泥土 可以完全可以 但是你注意一下 这个泥土里面最好是掺一些沙子 别帮用的那种泥土 帮用的那个泥土呢 也是不滑塞的 那土的话呢 就老花益的通用配方土 咱们拆一包 当然了 如果说你们没有条件的话 可以去找一些个 比较松软透气的土 这个老花益这个土呢 有的话说太贵了 贵是对的 因为老花益呢 给大家弄的都是园艺行业里面 最挖塞的泥炭土了 所以说肯定要贵一点 我们一定要理解就行了 比老花益土便宜的也有 但是比老花益的土好用的呢 可能就没有了 直接加土 你只要盆土排水透气了 这个养花啊 这个成功率就提高了很多了 顿时一下 这个根系也要有土充分的接触一下 这样差不多 那咱们把上面这些个不好的字条 修剪一下 看一下哪个不好了 花友们 你们要是看到这视频了 学到了之后呢 尽量在家里面自己操作就可以了 也有的花友不理解 为什么这花都快死了 还寄给老花姨 其实它就是想学学怎么弄 你要养花 你以后肯定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你这样的话 它就学会了 对吧 做完之后呢 咱们就浇水了 这个水还是要浇的 这边水呢 是要浇 咱们用个凉杯 其实呢 说来说去啊 来来回回啊 治病的药 就那几个 生根液 这个是必须要有吧 你加速它的浮盆啊 生根啊 杀菌药就不用再说了吧 你看 只要你动手术啊 一般都会 消毒杀菌 抗生素 永远离不开 来来回回 就这些东西 很多花友都已经看回了 但是呢 新手花友 他还是没见过 他不知道 其实我的视频啊 基本上涵盖了所有 就目前常见的养花了 但是花友梅懒得去翻 这个也没办法 那只能重新再做 就这样浇 给它浇透就行了 这边水给它浇透之后呢 光照是可以晒 不要强光的暴晒 最近天气太冷了 花友梅 一定要放到温暖的地方 如果说很冷的话 它这个抗寒能力很一般 抗寒能力很一般 以后呢 就容易冻伤 甚至说冻死 所以这花友梅 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别的没什么了 这样的话 这一盆就能救治完成了 其他的呢 就是近人是听天命了 静待它的复苏 人话说能活吗 一般来说 不出意外的话能活 谁知道呢 最近天气那么冷 对吧 我们只能放到大棚里面 去给它温润一下了 好了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系者一 白的臭包